嘿大家好我是艾妹 今天要跟大家求精求學 从马次队在2014年夺冠以后 马次队一直都是有竞争力的球队 但是他们夺冠的志气已经逐渐消失了 波波教练生涯已经到晚期 球队成员也和过去几年相差甚远 而且截至20202月16号为止 马次的球队战绩胜率不到无成 拉斯维加斯的运动彩卷行业 皆认为马次在今年球季的战绩 或是1997年以来最差的一季 而且也是马次1997年后 第一次有胜率不到五成的球季 结出22年来连续打进季后赛的记录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认为马次今年球季打得如此普通 还有马次球队的问题 以及他们是否要开始重建了 我们先回顾到2018年夏天 在这个夏天 马次整体跟口外有非常紧张的关系 口外从2016到2017年的季后赛 被杂杂半倒扭伤脚跟 随后带来的大腿骨斯特基伤势后 口外在2017到2018赛季缺席了非常多的比赛 虽然口外有短暂回归 打几场球 但是因为脚还是不舒服 所以决定继续修养 然而因为口外不太喜欢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跟伤势 那时候马次的粉丝怀疑他是否真的伤势还没好 还是他根本不想打球 在波波教练跟口外经过了一番你追我跑的夏天后 口外在2018年7月18日终于被交易至多伦多暴龙 暴龙队主力De Rosen则是被当成筹码被交易至马次 这场交易其实马次操作得不错 因为那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口外想要离开马次 所以能用口外跟Danny Green交换了一位同样是全明星球员的De Rosen 算是不错 而且De Rosen是真的不错的球员 即使他球技不完整 但是他已经是四次全明星球员了 但是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吗 过去De Rosen在暴龙队时 De Rosen常常出现在体育新闻跟采访上 他是NBA文化的重要球员 算是关注度很高的球员 我们会批评他没有全面的球技 批评他季后赛常常市场 批评他三分球投的不够多等等 我们常常把他跟Clay跟Bradley Bill做比较 简单说他是NBA讨论中必提到的球员 但是他被交易至马次后 一个消息都没有 存在感变得极低 当然马次跟暴龙的市场大小差很多 马次是美国的州第三支球队 而暴龙是加拿大唯一的球队 他受到的关注度真的差非常多 现在新闻上不会注意到他比赛打得如何 不会注意到他有没有表现失常 或是得分爆发 大三元等等 说真的这个差别 是因为他加入马次队后 他没有做出明显的贡献 而且加入马次的意思 就是你会失去个人身份 变成球队团队的一份子 而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Larmarkers Aldridge身上 De Rosen在2018到2019赛季 其实打得还不错 他场均还有超过20分 但是跟2017到2018年赛季比 他不再投三分球了 这就引出了我的观点 马次在2018到2019赛季 是团队三分出手次数最少的 平均一场比赛出手25次 这个数量现在看起来 就像是Harden一场比赛 个人三分的出手次数 但是即便马次出手次数最少 他们三分命中率是全联盟最高 39% 而马次三分球出手减少的原因 出自LA跟De Rosen 勃勃教练善于让球队主力发挥所长 而LA跟De Rosen 这两位都是NBA数一数二的中距离得分手 三分出手次数主要来自绿叶球员 但这不是马次的主要问题 没错 De Rosen不投三分 而且马次失去Kawaii跟Danny Green 两位三分球都很准的球员 但球队进攻效率值没有下降 在2016到2017跟2017到2018赛季 马次的球队进攻效率值 分别是联盟的第九跟第十七 而De Rosen加入后的2018到2019赛季 马次进攻效率值为第七 目前球季则是第九 马次的问题在于防守 在2017到2018球季 马次防守效率值为联盟排名第三 而且大家记得上述我说 Kawaii在2017到2018赛季 缺席非常多赛事 代表当时马次整体防守都很不错 而看看现在的马次呢 马次在2018到2019赛季 球队防守效率值为联盟第十九 退步非常多 而目前赛季球队防守效率值为联盟第十三 真的是非常惨 小总解释 马次现在虽然三分球出手少很多了 但是进攻效率维持得不错 波波教练真是神 而马次输球的原因 是球队防守极大的退步造成 防守退步的原因 我等一下会说 在去年12月时 有一名记者在赛后问波波教练 为什么球队一直在输球 波波教练回答 你知道我们最好的防守阵容吗 记者回答 我不是教练 我不知道 而波波教练接着说 我是教练 但我也不知道 这基本上解释马次现在的问题 当然防守是全队的责任 我们不能只怪DeRozan DeRozan今年球季改善了一个围绕他生涯的问题 就是投篮命中率偏低 今年DeRozan投篮命中率是生涯最高 超过50% 而且他支撑整个球队的进攻 所以除了防守以外 马次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打球的拼劲 征求的欲望 从2015年开始 NBA的网站开放了更多进阶的数据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属于打球拼劲的数据 他记录了球队团体 破坏对手的传球数量 球队旧的掉球数量 旧的掉球成功的几率等等 在这个球季 马次在旧的掉球数量 以及破坏对手传球数量上面 排名是倒数的 而篮板卡人次数则是表现平庸 这些项目过去都是马次的专场 这也是为什么马次可以抢几十年的原因 虽然球队有球星、GDP跟口爱 所有绿越球员打球瓶颈是一流的 这也是为什么波波教练 总能让拥有一般天赋球员的球队 变成季后赛的竞争者的关键原因 是马次的球队特质 但是现在这个特质不在了 波波教练是将球队特质的重要性 放在个别球员之上的 这在过去几十年都非常成功 但目前马次的状况是 球队天赋不够 立业球员打球的拼劲也不够 这不是很好的组合 也难怪波波教练都觉得无奈 那我们来仔细讨论一下 最后的一点就是 马次的天赋问题 现在NBA西区球队竞争非常激烈 如果马次的球员跟西区排名前六的队伍比较的话 很明显可以发现马次非常缺乏天赋跟球星 虽然LA跟DeRozan过去两个赛季支撑着马次 但LA已经34岁了 而DeRozan虽然是全明星球员 但他不是超级巨星 他无法向Luka Doncic一个人支撑全队 马次其他球员除了Dejante Murray擅长防守以外 大部分球员天赋普通 每个都有明显的缺点 导致他们上场时无法互找 如果单看马次的球员名单的话 你会觉得马次球员还可以 但是如果跟金快、快艇、胡人、火箭比的话 完全无法比较 而且跟其他重建的球队相比 马次现在无法进退 可以说马次现在没有未来 而且未来一年大概也会是这个状况 为什么会说是一年呢? 因为马次现在球队薪资是饱和状态 但是现有的大合约球员 像是DeRozan、LA、Rudy Gay、Petty Mills 合约刚好都会在2021年结束 代表2021到2022球季 他们薪资空间非常大 可能有机会抓览新的球星 而马次未来有望成为球星的球员 大概只有Dejonte Murray、Honey Walker、Derek White 但他们这一季没有表现出较上一季明显的进步 说不定他们的球季已经停滞不前了 马次的重建期 非要等到2021球季才能开始 而现在他们的计划 大概是努力维持球队竞争力 跟努力维持球队的文化 我不知道马次未来的走向是如何 只知道未来这一年多 会是影响马次未来的关键年 我们应该要多加注意 这支球队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 不过我相信波波教练会在退休前 收拾现在球队的烂摊子 那那么假如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妨按个喜欢跟订阅的按钮 我还有非常多正在准备的NBA故事 所以就不要错过 那我是艾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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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赞